大家好 欢迎来到财妈的财商课堂 咱们国家财政部最近向大家公布了今年的财政预算 说白了就是新的一年里政府打算给咱们老百姓发多少钱 在那个2018年中央本级支出预算表里面 我就能知道这里插一句 中央本级支出就是中央政府要给咱们花的钱和地方政府要区别开 2018年国家给咱们的预算达到了32466亿 3万多个亿啊 并且这些钱肯定都是实打实的要花到咱们每个老百姓头上的 平均下来大家算一算 那相当于给咱们每个人发了2000多块呢 那这些钱要花在哪呢 咱们的观众朋友可能有很多的学生啊 或者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还在上学的 大家都知道啊 再苦不能苦孩子 再穷不能穷教育 可生活中咱们知道供养一个学生的压力是很大的 一时住行都要钱 比方说吃饭吧 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啊 每个月家里给的生活费也少 就算学校食堂的饭很便宜了 那也得算一下吃 现在国家针对这些学生呢 也是加大了投入的力度 2018年教育方面的支出预算就有1700多个亿 比去年提高了6.5% 包括这个给每位在校学生的各种补贴等等 还是说吃啊 以前学校也会每个学期给学生们发几百块的餐补钱 拿着这个钱呢 偶尔就能改善个伙食 那现在国家给的钱多了 那这种补助也随着长啊 咱们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 也能经常加个鸡腿补充补充营养是吧 说完了年轻的学生们呢 还有咱们年纪大一些的观众朋友 最关心的这个养老和社保啊 咱们现在几乎人人都参加医保啊 看个病买个药都可以用医保报销 非常的实惠 可是很多时候呢 很多病它不在报销目录上 报不了 或者需要的钱很多 就算报销了 自己也要花很多的钱 负担还是很重 为了更好地解决百姓的这种问题呢 国家今年也是打算投入 1100多个亿给养老和医疗补助 咱们国家去年很多地区都有这种补助 就是老百姓报销的时候呀 医保不能报的部分 政府另外按一定的比例 给咱们继续报销 比方说 个人花费在5000到1万之间的 再给报30% 超过1万的报40% 随着今年国家这方面的继续加大投入呀 类似于这样的补助 相信一定会更大范围的推广 比例也会继续振高 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享受到这样的实惠 谢谢大家捧场 我们下期见